哈喽大家好我是夹西 带来一局精彩的带框的小块地 我们这一局随机到了四个盟军 当时我这个基地稍微慢了一点点 所以说我就没有去选择抢地盘 这个左右邻居的加上中间都是盟军 然后中间这个粉色的想去抢那个蛋 但是他第二个兵营的放在家里 一般像他中间这个位置要去抢的话 肯定第二个兵营要过去 然后两个地盘 对方这个蛋是想造小兵 但是对方有狗 所以说像这种抢地盘跟被查地盘 都要至少造两个兵营 第一个造兵的速度快一点 另外一个假如说对方把你一个兵营占了 你瞬间就没办法造地盘 所以说最好是多造两个兵营 然后我们这一局随机到了四个美国 造了空子之后我们把滴滴稍微动一下 好飞行营过去打掉这个工程师 这个粉色他跟我一样也造了空子 好像这个粉色是个法国 所以说我就造了三个飞行营 多造点飞行营直接过去针对他 让对方造大炮 而且你看上面那个黄色拿了一个偷车 这个电场一摸这个粉色相当难受 这个粉色他是空子之后跟我一样造纵营 但是这个粉色他现在是不是根本没办法再发展了 好我们补第二个电场 注意看我们纵营里面直接造了一个牛车 因为下面的这个橙色 注意看他被那个红色 一个红一大炮整得相当难受直接自爆了 我们多个人上去打掉这个矿场 这个粉色呢基本上也没了 你看他的油紧被上面那个黄色对吧 四个大坦克直接的整掉了 我们散兵放在家里面 注意看这个蛋蛋色 蛋蛋色拿了个夹子 师傅好像呢要过来偷我 我们散兵一放了他就没办法过来整我 下面这个红色 他本身的是想把基地拉过来发展 但是我们不要给他击费 他如果说占据旁边那个地盘 大炮一放了我们会相当难受 本身想用飞行兵过去整他 但是这个红色也有飞行兵 而且呢上面这个蛋蛋色呢 好像对我有想法了 所以当时我们刮林棒 加上小兵直接过去 先把他地宝整掉 这个蛋蛋色来了个偷 他想偷我重工 漂亮把我重工偷了 这个重工其实偷了呢无所谓 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对吧 现在我们可以造间谍啊 先放个地宝打掉这个重工啊 这个蛋蛋色呢 面对我这个瓜林棒加上小兵呢 还是没有办法的防守啊 他造电线干呢也是不得行啊 他造飞行兵的话没有用 我们这里呢有一个多个人 藏着这个作战实验室下面啊 然后蛋蛋色放了个地宝 我们手上好迈个兵营 赶快也来个地宝 这个时候呢其实注意看我们兵营里面 造了一个间谍 这个间谍呢就相当相当关键啊 我们刚刚已经变得深准备过去的偷提哈 好小兵吸引扛伤害 然后间谍下车把这个兵营一摸 这样子我们造的飞行兵啊都是一星啊 下面注意看这个红色哦 红色他好像是通过电场兵营也正坑了没有 马上这个大炮就要过来走我了 没办法这个时候有点卡钱 先把高科技卖掉 反正我们这个时候呢 飞行兵已经是一星啊 目的已经达到了 毕竟我们这一局是美国啊 待会放的散兵呢都是一星的相当厉害 好打掉跨场之后来了个三星小兵 面对这个三星小兵 这个蛋蛋色呢直接是拔线了 这一回注意看这个红色哦 红色拿了个红衣大炮 这个大炮也来的相当的凶猛 没办法对吧 我们把基地往上面扑通一下 然后飞行兵打掉大炮 他这个飞行兵过来呢 他肯定是打不过呀 我们这个飞行兵啊都是一星的 他放一个爱国者呢 我们就跑到他另外一个地盘 先过去打他电场 好这过去打他另外一个电 刚刚红色呢他已经卖了一个大炮了 好打掉飞行兵算了 现在我们就不要练战了对吧 不着急先发展 我们现在才两个牛车 然后呢这里有个三星小兵啊 这个三星小兵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过去嘟嘟嘟啊 好直接过来打掉一个矿场 只要把他这个支点一拆啊 红色呢他那个大炮就没有办法过来折磨了 好打掉一个矿场 先往后面退一下 再往前走打掉这个爱国者 打掉这个爱国者之后呢 我们下面这个飞行兵是不是就可以过去整他了 结果你看这个红色 面对我这个三星小兵竟然偷出了大宝贝 这个也太过分了 打个小兵而已啊 竟然呢连大炮都超出来了 我们这回呢先发展一下 外面呢还有三家 一个红色跟绿色两个苏军呢 正在互相伤害 这下面有个紫色呢 感觉他独孤求败 没有对手啊 好我们散兵放在红色家里面 红色呢他现在手上呢 肯定还在招大炮 他这个大炮呢 如果说啊 再衍生过来打我呢 肯定也是没什么太大作用啊 估计他手上的大炮呢 应该会过去打紫色哈 我们先降一波闪兵 注意看我们这个闪兵啊 都是一星 这个一星小兵啊 拆建筑也是相当快 看到没有 一下就来了个三星啊 好继续输出 打掉电场 然后起来再往前走 你看打这个矿场速度非常快啊 好我们走到前排 直接蹲下打这个电 后面呢我们的飞行兵也扑过来 整这个电场 这两个电场呢 左右开工一整呢 你看红色 他只能把大炮卖了 这个大炮一卖 我们飞行兵一过去继续打电场 那这样子红色他这个发展对吧 已经是被我们影响的非常严重哈 他现在已经没有电了 我们给了矿场整掉 好强行划掉矿场 然后再下速进后退 现在这个红色的法国基本上已经废了 我们接下来 你看看中国里面继续造飞行兵啊 但是这个时候要观察一下 上面那个黄色 他刚刚已经把那个绿色的带堵了 我们肯定要稍微防一下他哈 基地边上呢有三光临嘛 这个黄色呢肯定一时半会的 不敢过来走我哈 然后你看我们这个小兵 看到没有 又来到红色家里面打掉电场 然后打掉矿场 他这个矿场呢刚刚新鲜出炉对呀 好矿场一整 这样子的红色又断粮了 他接下来的那个经济呢全靠油井 好打掉爱国者然后强行过去 打掉小兵再打掉飞行兵 这样子这个红色呢基本上就没了哈 打掉爱国者再打掉油井呢就可以了 好红色受不了直接自爆 接下来呢就剩下一个三国啊 外面两个苏军 一般外面是两家呢我们都要Ui的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目前呢我们只有三个牛车 所以呢我们在中国里面准备补一个牛车 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不需要造坦克 反正我们家里面有光临棒 而且你看 这个一星闪兵放在家里面防守呢也是相当厉害哈 好目前手上光临棒呢已经好了 但是这个光临棒呢我们现在想用来进攻去看 这个光临棒一放 然后呢小兵往前一扑 黄色他就只能把中国卖了 然后再往前走打打电厂 不过这个黄色呢 铝带车倒是比较多哈 而且他这个坦克里面还有三星 所以说呢我们暂时飞行兵啊 加上小兵还不能闹人过去 先不着急对吧 我们等下一根光临棒 然后看一下这个紫色 紫色家里面呢只有一个铝带车 感觉有点击费 好我们飞行兵在中间先停一下 看一下紫色要不要招那个铝带车 他没有招 我们假装过去打黄色实际上呢 要过去整这个紫色好直接强行说去点掉他 但是你看这个黄色 三个铝带车过来保护他 这样呢我们这飞行兵俩就占不到什么太大便宜了 只能战术性后队 你看这个黄色够混了对吧 铝带车还跑到人家只是家里面去保护他 好我们再来一波闪兵放到家里面 下面我们就要造那个作战实验室哈 反正家里面有小兵加上光临棒 他们这点坦克呢肯定是不敢进攻啊 黄色在兵营里面造了一些动员兵 他估计是想用那个动员兵砍伤汗的 然后坦克在后方说话输出 但是面对我们每块地盘这个人看 五个光临棒连连看 主要是这个一星小兵相当厉害 他那个动员兵呢虽然说多一点 但是我们人可以造围墙 只要围墙一封啊 待会再操作一下光临棒 打他那个坦克就可以了哈 先造个裂寒 然后造个多个人 准备过去的造个间谍通心啊 这个黄色的动员兵有点多 我们直接围墙一封 好光临坦克搓他 然后围墙再一封 外面这个电信杆呢我们直接卖掉 看到没有这个光临坦克 加上这个三星小兵啊 小兵在里面他们根本是进不来啊 下方这个紫色都是纯纯纯纯纯 来嘛 这回呢我们就希望他过来 你看我们又放了一波三兵对吧 而且呢 这个围墙呢我们还在加固啊 好我们变个身 准备过去把重弓再升级啊 如果说我们这个坦克再升级啊 配合这个小兵 这样子强势过去呢 这两个数据他摸个肥坦克呢 根本是怎么过 好我们把这个围墙卖了 目前手上呢在招电线杆 待会你看这个小兵配合电线杆 掩护这个光丽坦克往前戳啊 这个黄色他这个地盘呢 他肯定就守不住他 先戳一下基地啊 要不要动 他不动 好直接给他脱爆 这个基地一打爆 我感觉这个黄色肯定要过来进攻他 所以说我们先放一个电线杆 然后呢在上面可以继续造围墙 现在黄色呢他没了基地 已经没了死线了 只要他的坦克过来进攻呢 我们这个偷车就过去摸他的重弓就行了 这个时候下方这个紫色追看 家里面已经造了高科啊 像这个苏军呢如果说造五位战舰 对付我们这个盟军的防守 那真的是杀伤力太大了 主要是这个五位战舰 我们盟军的防空真的是太弱了 注意看指示看没有 他已经造了一个船长啊 好我们这个间谍车 找机会直接先进来 把这个中国一摸 这样子我们出的坦克呢都是一星的 好造一个钻石金列场 目前呢有四牛啊 这个钻石金列场一造呢 我们这个经济就相当好 看着他们两个人的坦克呢比较多 但实际上呢 他们根本都敢进攻 尤其是这个黄色 因为他没了基地没了四星啊 目前呢最大的威胁就是这个紫色 注意看这个紫色 他那个坦克呢比较多啊 也是一直没有操作 他肯定就是想利用那个五位战舰来过来炸碗 他没有已经拿那个五位战舰啊 虽然说现在我们这个坦克不是很多 但是我们这里有一些小兵对吧 我们把小兵来到周末 看一下紫色的坦克要不要出来 他不出来我们先蹲打掉牛车 再往前面点掉一个牛车 好跑到上面直接点掉这个五位战舰 这个时候呢 黄色动了一下 这个家伙没有过来整我哈 你看这个紫色倒是过来压我小兵 这个小兵让他压没有关系 他那个坦克对吧也丢了很多 而且呢我们这个坦克直接过去打掉 对方的那个高科技了 然后飞行兵加上坦克打掉这个五位战舰 这样子紫色你看 没有防空之后我们飞行兵继续输 好漂亮 黄色又过来保护他了 但是我们飞行兵难道下排正在打基地哦 漂亮 黄色的铝带舰又过来了 这两家还是配合的蛮好的 原来是这个黄色追悉 他又造了个基地啊 因为他有重光有那个维修厂 难怪他可以看到我的飞行兵在打紫色 好我们稍稍一下紫色 现在紫色已经相当难受了 他这个时候呢就只是一下最后几个坦克了 我们飞行兵继续输出打掉框肠 那这样子这个紫色他就没钱了 然后呢看一下黄色家里面 这个黄色呢也把高科造出来了 但是他这个作战实际上是放在位置的 我们这三个光的坦克呢 没上去搓啊 我们飞行兵在下面打紫色框肠 然后三个光能往前一搓 好搓一下 再搓一下 好漂亮打掉了对吧 这个作战实际上是一整的 现在黄色他就只能拿坦克充 他现在造船上对吧没有用 他还得继续造高科 当他把高科造出来之后呢 我们已经有很多一星小飞行兵了 这个黄色感觉有点受不了了 拉着斗面兵的想过来冲 我们没有跟他在家里面往防索 直接拿坦克过去吸引他注意力啊 他要是跟我换家呢 我们肯定不亏啊 因为家里面有小兵加上电线杆 现在黄色这个坦克呢就开始迷路了 我们飞行兵过来防索 然后呢准备造围场把这个路口给他守住 本来想堵住他 结果呢他的坦克跑了 现在黄色呢又造了住战实验室 我们可以拿飞行兵啊 强行过去换掉 不过打到这里的时候呢 不知道什么情况 这两家呢全部掉线了 本身呢把这两家带着 可能还需要花一点个时间哈 好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